这是杀人犯搬运尸体的真实画面 当时他将一年轻女店主残忍杀害后 有条不紊的将尸体拽出店门 然后抱着尸体行走在大马路上 面对周边群众的询问 也是心不跳脸不红 然而在这起案件的背后 却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真相 如果女店主的男友 能在自己喝酒时花一秒钟 接听向女友电话 这起案件就不会发生 她的所谓的女友也不会被害 如果受害人在第一时间报案 很有可能犯罪嫌疑人 还没有等到破坏 完全破坏简单门进入中心县城 我们的警方就赶到 就已经把她抓获了 深夜吕宝来谈 催眠好奇又下饭 时间2016年4月17日 地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 这天深夜 辖区派出所接到一个名叫杨军的报警 声称自己与女友开的奶茶店门被敲 店里面还有大面积的翻动痕迹 最关键的是自己的女友到现在都处于失踪状态 据了解 失踪人名叫任颖利 刚刚过完30岁生日 在男友的帮助下 任颖利在当地开了一家奶茶店 平时下班后就住在奶茶店里 每天五六百的营业额让两人甚甚满足 然而 通过民警对现场做了更详细的勘察后发现 该奶茶店里根本没有现金 一种不祥预感油然而生 难道有人进入这个奶茶店 将里面的钱全部拿走 可让人不解的是 钱都已经拿走 为何任颖利却不见踪迹了呢 没多久 警方做出了两个大胆推测 第一 有人入室盗窃 发现店里还有女主人 害怕他去告发自己 就将女主人带走 第二 此时的女主人任颖利 已经被人杀害 随后 警方对任颖利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调查 得知他是内蒙古人 由于与前夫离婚 独自来到吴达去 通过朋友介绍 与杨军相识相恋 可当警方对杨军进行询问调查时 却发现了一些端倪 据杨军回忆 两人最后一次联系 是在当天的凌晨一点左右 当时 杨军正在一家酒吧喝酒 为了让他能尽早回家 任颖利多次打来电话 可为了和朋友在一起 杨军很堂塞地说了几句 会尽快回家的话 从那以后 再也没去接任颖利的电话 第二天 一行人并没有完的进行 因而 选择白天去周边吃吃喝喝 直到晚上回家 杨军才发现店里禁贼 而且女友已经失踪 打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 不禁好奇 任颖利的失踪 难道是因情侣间的矛盾 对于杨军的描述 警方并没有直接相信 而是选择对周边店家 进行走访排查 很幸运 有一个肉夹馍的老板 给警方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 他在早上五点左右 过来开门营业时 发现有一男一女坐在奶茶店门口 当时 那个女子好像喝醉了酒 一直在男子的怀里 从案发周边的监控录像里 警方证实了该老板的描述 在案发当天的凌晨5点50分左右 肉夹馍老板夫妇开车来到店里 在店门口 夫妇俩注意到坐在台阶上的男女 由于该女子下身没有穿衣物 夫妇俩没有走近进行询问 而是进入店里为开门做准备 眼看夫妇俩都进入店里 那名男子突然用力抱起女子 朝马路对面走近 从监控中 可以明显看到女子的双手自然下垂 女子为什么会昏迷不醒 难道是晚上喝了很多酒 男女的异常举动 连肉夹馍老板都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他不自主地出门进行查看 或许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自己 男子将女子背到背上 然后大声说了一句 你别睡了 我现在带你回家 这句话打消了周边群众的顾虑 大家都不再关注这对男女 警方通过调阅监控录像 也没发现两人后续的行踪轨迹 警方只好到看监控 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在当天凌晨五点左右 案发现场的卷帘门被打开 一个男子从里面出来 没多久 他从里面拽出一名女子 一开始 该男子想把女子放在背上 可一个不小心 女子头朝地摔了下来 但是这女子没任何反应 很明显 此时的女子已经处于深度昏迷 或者已经死亡 然而 之前警方对现场勘察时 没发现打斗的迹象 更没发现血迹等线索 一个居住在自家店里的女老板 能这样轻松地被一名男子拽出店门 难道该男子与女老板是熟人 很快 女老板男友杨军成为警方第一个怀疑的对象 通过调查 杨军其实是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有妻子有孩子 案发前几天 杨军和任颖利天天厮守在一起 唯独在案发当天 杨军突然失踪二十多小时 直到自己回店里发现异常才报案 这二十多小时里 杨军都做了什么 他是否与本案有关呢 警方对杨军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 发现在案发当天的凌晨四点以后 女友人引力两次给杨军打来电话 可她并没有接听 一般情况 女友凌晨给自己男友打去电话 肯定会立马接听 即使错过接听时间 也会在看到打来的未接电话后 回拨回去 而杨军却没有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当时的杨军已经回到了店里 一个推测在警方脑袋中浮现出来 在案发当晚 由于女友多次给杨军打去电话 生气的杨军打算回店里 对女友进行呵斥 就是在这期间 由于不小心就将女友残忍杀害 事后 害怕杀人事实暴露 选择在天亮之前 将女友尸体进行了处理 有了推测后 就需要去寻找证据证明该推测是否正确 警方继续将侦破手段放在调阅监控录像上 这次 他们打算看看该奶茶店从关门的那一刻起 到底发生了哪些事 通过监控 警方得知该奶茶店是在16日凌晨的1点左右关门 当时 女店主任影历像往常一样 关门上锁 一气呵成 直到凌晨4点多的时候 一名男子走到店门口 由于该男子戴着帽子 警方无法第一时间确定该男子就是杨军 该男子在周边简单观望后 静止来到奶茶店门口 试图徒手打开卷帘门 或许是发现门已上锁 也或许是发现店里有人 男子没有继续拉扯卷帘门 而是选择了离开 此时 正是任影历给男友第一次打电话的时间 这也说明 任影历肯定已经被惊醒 害怕的他正在求助自己的男友 然而 男友为了喝酒没有接听他的电话 一段时间后 发现店里没有动静 周边也没路过的人 该男子再次回到奶茶店门口 这次 他显得更加肆无忌惮 使出全身力气 将上锁的卷帘门拉了上去 这时 任影历再次给男友打去电话 同样 他没等到男友的接听 而就是从这时起 任影历彻底失去了音讯 通过后续的调查 杨军一旦能接听一次任影历的电话 这些案件就不会发生 任影历也不会受到侵害 与此同时 警方从其他监控录像中看到 该男子在来到奶茶店门前时 一直徘徊于汽车边 貌似在物色作案目标 很明显 此时的男子在实施盗窃 想着在凌晨四点还能在街道游荡的人 应该会出没网吧和酒吧等地 警方立即对案发周边的网吧和酒吧 做了走访调查 很快 一个酒吧老板给警方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 案发当天的凌晨四点左右 他送走了一位独自在自家酒吧喝闷酒的男子 在监控 警方找到了该男子的影像 通过比对该男子所穿义务 警方有理由怀疑该男子就是进入奶茶店的男子 据酒吧老板证实 该男子名叫曹林 乌海是本地人 平时没事都会来酒吧喝喝酒 随即 警方对曹林做了秘密调查 发现他从1987年开始 因抢劫 强奸多次入狱 2012年刑满释放后 与一名女子结婚生子 然而 程家并没有让曹林改邪归正 他每天游手好险 吃饭喝酒都靠妻子就寄 没事就与胡鹏狗友聚在一起 看样子 是时候给曹林免费送一副银手镯 警方来到他家 从他妻子口中得知 曹林早已离家 到现在都是音讯全无 只是在很早之前 他让自己给他送去一个很大的行李箱 这条线索的获得 让警方更加确定人影力已经遇害 而曹林就是杀害他的凶手 2016年4月18日 也就是警方接到杨军报警的第二天 警方查明曹林已经实名入住一家酒店 得此线索 警方来到了这家酒店 然而 当他们进入酒店房间时 却发现曹林并不在 难道曹林觉察到警方要来抓捕他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曹林也应该带走他随身携带的行李箱 警方推测 曹林应该是出去办事或者买东西 一出守住带兔的好戏就此上演 在等待四个多小时后 房间内的警察成功等到那只兔子 到案后的曹林没有做过多抵赖 很快就承认自己已经杀害任颖利的犯罪事实 同时他还交代了自己所犯的多起盗窃案 吓到香烟打火机 上到手机电脑 凡是值钱的财物 他都毫不客气 即使这样 他也是没钱喝酒完了 更不用说去养儿子 案发当天 喝完闷酒的曹林走在回家的路上 当来到任颖利的奶茶店门口 之前 在奶茶店喝过酒的曹林知道 任颖利每天都有几百的收入 他想到了入室盗窃 据曹林交代 他并不知道当时的奶茶店里有人 当他进入里面时 却发现女店主站在最里面 手里还拿着手机 貌似在打电话 看到这一切的曹林 瞬间慌乱 跑上前将任颖利控制住并残忍杀害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人颖利只是以为男友回来了 但又害怕不是 焦急在给他打电话求食 可最后等来的却是无人接听 事后 曹林使用摩托车和行李箱 将任颖利尸体埋在郊外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曹林因自己的行为 必将免费吃到花生米 而杨军本人是不是也值得反思下